这首歌专门写给八位军人 他们守护着这个叫沾娘舍的小小烧所 在海拔4655米的喜马拉雅南路 万丈悬崖之上 两间孤零零的小屋 就是这八名军人的立足之地 每年大雪封山七个月 六计以上的大风要吹三百多天 他们站岗巡逻都要拴着绳子 防止被吹下山崖 这里没有客人 最长外是每年二百多次的雷击 更大的危险 发生在喊一嗓子就能引发雪崩的冬季 他叫余辉 2006年冬天 18岁的余辉缠雪石滑下山崖 其余战友冲下去救他 结果遭遇雪崩被困 怎么办 班长敬礼礼决定 他和卫生员王欣陪伴已经昏去的余辉 其他战友下山求救 班长有些话并没有说出口 但战士们都知道更大的雪崩随时会发生 他是怕队伍全军覆没才决定分两批往来走 匆忙的别离成了永别 雪崩果然再次来临 第二天救援队在山下几百米的雪窝中 找到了已经因冻江而去世的三个战友 幸存下来的冻江南 后来一直坚守在沾娘社 直到退役 继续到少所上面去 替战友们牺牲的这三个战友 把他们自己为了的心愿 替他们完成一下 经历了一个网信 他们说今年回家就结婚了 经历过近代 丧土失地的耻辱 今天 在边防线上 每一块处理的戒碑 都有边防军人 在用青春和生命守护 拿着听诊器的军人 叫薛生葵 上世纪六十年代起 边防军人炸开冰山渡土 在海拔五千三百一十八米的雪山上 建起我国边防最高的少所之一 查果拉少所 薛生葵和战友们就住手在这里 1968年深秋 一场突如其来的倾盆大雪 用三四个小时 把查果拉变成了一座孤岛 薛生葵和战友们就住手在这里 很难很难 有人九指冻坏死了 住掉了 由于雪水矿物之少 再加上缺乏蔬菜和氧气 这些高原边防军人 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老许多 在查果拉 有这样一个故事 一名战士的未婚妻来到少所 却辨认不出自己的爱 眼前这些脸色紫黑 皮肤军烈的老汉 哪一个也跟他思念中的清秀男友 对不上 但最令边防军人感到难熬的 还不是这些 在许多边防少所都有海山这样的活动 想家的时候 他们就去崖边 潮着雪上海 这张照片 拍出了一位普通边防军人的无奈与纠结 妻子带着孩子 从内地到新疆边防谈亲 坚决要求丈夫回家 照顾家庭和多病的老人 但对家庭有着万般内疚的丈夫 对边关又有着万般不舍 我们没有找到这张照片的主人公 也不知道这位丈夫最后的选择是什么 但我们知道 中国边防军人的答案 是什么 在天之边 在海之亚 那一个个绿色的背影 就是他们无言的答案 在海之亚